大家好,我是科技嘉男神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特地邀请了一个大名 她就是木子莎莎 嗨,大家好 那么她来我的频道做什么呢? 今天我要为她介绍一款在国外旅游也能使用的 观想服务器Apps Pure VPN 哦,所以你为什么要选择Pure VPN? 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到中国旅游出差 除了要用到WiFi上网服务之外 最主要最主要还是少不了我们平常使用的社交媒体网站 像是Facebook,Instagram,YouTube,还有Google等等的网站 对我来讲,如果几天没有上Facebook,几天没有用Instagram的话 我会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好像已经脱节了 这个很重要哦 所以,这是到中国旅游的10天里面 三号推荐了我一款非常好用的Pure VPN翻墙服务器 现在我就来为大家示范一下这款Apps的实际操作 好吧,就交给你了 对了,关于这个VPN的下载方式呢 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文给个面子 看完这影片过后呢,才去下载下来使用 首先,我们先进入Pure VPN的登录主页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可能就要先注册ID 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先注册了一个账号 所以我直接登录就可以了 ID还有密码 输入之后呢,就可以按完成 进入到主页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选择地区的服务器 它这里是有分成欧美国家的服务器 还有亚洲国家的服务器 那你可以随便选择一款国家的服务器 是可以连接的上的 OK,如果进入到另外一个页面的话 就代表你的VPN翻墙连接成功了 现在我们就来试试看,是不是可以顺利的连接的上 Facebook Instagram还有Google网站 大家都应该知道在使用VPN的前提之下 是一定要有WiFi的支援 其实我使用的是民宿的网络 如果你是在外面,你是在户外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另外购买一张手机的上网卡 毕竟在国外你不能上网 其实是一件我觉得蛮不方便的事情 OK,经过试验之后呢 通过这一款VPN来上Facebook Instagram还有Google 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在登陆这款PureVPN的过程中 你会遇到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在VPN连接的过程中 有可能会出现连接不上的问题 像比如说我们试试看美国的服务器 我们连接一下 就是你会发现它在连接的过程的时间 会比较长 像怎么连接的连接不上的感觉 然后它就会跳出一个讯息告诉你说 你所在的地区不适合这一款服务器 你需要尝试另外一个这样 通常会出现这个状况的都是有两种问题 第一就是你的WiFi网线不好 第二就是你现在所在的地区 是不适合使用那一款服务器的 它这款PureVPN成功连接之后呢 它可以维持翻墙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 最短我试过是半个小时 它就会自动断服务器 最长的话大概是一个小时以上都没有问题 因为像我以往在Play Store 随便下载一个VPN的翻墙服务器呢 我使用过后都觉得它维持的时间不够长 就可能你大概上一下Facebook 它就会自动断你的服务器 OK 以上就是我自己使用过后的一些心得 因为至少它在翻墙的稳定度方面呢 我觉得比起喜好来讲它是比较强的 这个VPN呢除了支持手机版 Android和iOS之外 它还可以支持电脑版 也就是MacOS和Windows OK 今天的影片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使用过这个CompureVPN的话 欢迎你在下面的留言告诉我你的使用心得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见咯 拜拜 谢谢牧者莎莎 如果喜欢她的介绍的话呢 就记得到她的YouTube和她的Facebook粉丝团 订阅和关注她吧 当然也要记得订阅和关注我啦 我会把它的链接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她了 最后还要记得为这个影片按赞 分享和留言咯 我是X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